好 另外就是前海際會董事長鄭文燦涉貪污罪 最後被預領五百萬元交保 檢察官當庭抗告 臺院定院是以罪肅建的方式來處理 台灣高等法院約週五十一點四十分出案 經過何議庭審理過後 裁定分發回更審 但是不得再提抗告 前海際會董事長鄭文燦涉貪 被裁定五百萬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檢察官當庭抗告 八號中午抗告書 送到台灣高等法院 經過審理 裁定發回桃園定院更審 但不得再抗告 不過一般檢察官提抗告 大約需要一週時間 抗告書才會送到高等法院 但這回半天之內文件就抵達 桃園定院是秉持最速建的處理方式 而高院也在中午十一點四十分左右 就已經收案 現在分案處理 將由強制處分的值班法官雷淑文審理 審判長則是庭長徐永煌 他們曾經經手的案件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這是政治獻金不是匯款 前議員濫訴如社 他沒判刑七年辦定宴 法官雷淑文曾是這一案 何一廷的審判長 也是在抗告過程 他和其他法官認為有積壓必要 成為案件關鍵 另外他還經手過前行政院秘書長 林毅氏的貪污案 林毅氏絕對是一個清白做事的 林毅氏因為財產來源不明罪 判刑兩年確定 四年前假釋出 遇雷淑文法官 就是當初的二審法官 而巧合的是 審判長徐永煌也曾經處理過 林毅氏案 他是更一審何一廷的審判長 這回鄭文燦涉貪案 有兩位法官都曾經參與過 政治人物的貪污審判 但案件非同小可 該怎麼判斷都考驗法官們的智慧 法務部長呼籲誤網誤縱 如今案件重新回到桃園地院 代表結果都可能還有變數 記得綜合報導